韩家公子在旁笑了笑,这应该说很容易理解才对,对方既然可以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用陷阱围我们一次,怎么就不能围第二次了? 啊,英众悦哉一争,反过来一想,真是这个理儿。韩家公子望了望自下说,这种地形太适合潜伏者活动了,就咱们这千号人儿,没人藏着躲着,咱们从这一眼看去,还不是有好多因为视线受阻看不到吗? 众人纷纷点头,倒影年华望向韩家公子,韩家兄弟是不是有什么高见呢?目前最难缠的当然就是这些陷阱,只要找到能排掉陷阱的法子,搞混战咱们可不怕。 韩家公子说,废话!这两个字虽然没人说,但所有人的脸上明显是写着的。 韩家公子一边举瓶饮了一口酒,一边接着说,排陷阱的法子,我倒是想到了一个,就是不知道有没有人肯干。 什么法子?倒影年华急切问道。韩家公子笑笑,人肉排雷。 所有人一争,但却很快都反应过来,因为刚刚水深才给大家上演一出人肉排雷的好戏。 不过,这个法子简直就是把人视为道具了,是不是有玩家愿意如此舍生取义,这着实是个问题。 如之前水深,浑身夹满了夹子,痛到不可怕,可怕的是,那连脑袋上都挂着四个陷阱家的狼狈箱。 人本身就是个好面子的生物,好多人更是看的面子比命还重要,更何况,在网游这个命不值钱的世界,更多的玩家宁可去当自杀爆破的赶死队,也不愿意当着以身为耳的排雷器。 韩家公子的主意是出来了,但却是一片鸦雀无声,安静了片刻后,那边玩家群中突然又是一阵火光闪耀,显然是对方法师借着丛林掩护又一次悄然显身,来了一波轰炸。 这一次云端城的玩家早有准备,突然露头的法师总有被发现的,弓箭师、法师等远程玩家也是迅速开火,但对方法师只是稍一露头击退,只牺牲了几人,云端城这边的玩家就命苦了,四下陷阱压制无处逃散,人群中又是一次你抗我,我及你的自我冲撞,死伤无数。 刀影年华一看,这实在不能再拖了,终于开口,韩家兄弟,这主意似乎可行,那么就由你们拥兵团来执行如何? 韩家公子微微一笑,那你得去直接找他们商令了,反正我是不干的。 众人纷纷侧目,这家伙自己出的主意连自己都不肯干,就等着看别人笑话是吗? 有哪位团长愿意担死重任? 如此艰巨的任务,我们这种小团肯定是难当大任,还是请其他老大派高手出马吧? 有几个小团的团长率先表态了。 呃,这事儿吧,我觉得有点悬,大团也有人表态了。 太难了,太难了,这任务我们接不了。 鱼下的其余团也相继表态。 这事儿也未必要哪个团来承担嘛,随便谁都能干。 倒影兄弟不如去一个一个征集一下,由团长提议。 倒影年华一看,没人自告奋勇,也只得使出杀手锏,拿钱砸。 当即挥手表态,那就麻烦各位团长在自己团里招呼一声,愿意担此重任的,每位重金三百。 三百金币绝不是小数目。 按现在佣兵团的行价,再难的任务下来,也极少有人可以分到一百金币。 因为一般难度较大的任务,参与的佣兵玩家必然也比较多。 高价多人分,到单人头上自然也不会太多。 三百金币的单人价,这可是创纪录的。 可见倒影年华也深知眼下这差事儿,虽然不难,却是一向苦差。 各团长嘖嘖撑齐了一下后,也照倒影年华的意思,把话扔了下去。 倒影年华这边也没闲着,也在自己行会里发布了一下,如果有人愿意做,那就更好,肥水不留外人田,就当是发了三百金币奖金。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,古人说的话总不会太错,这消息传下去之后啊,很快就有人应招前来了。 勇兵团旗下的纵横四海行会的都有。 倒影年华一看,自己行会这几个,挺扫兴的。 这几个是行会里他知道的职业玩家,正儿八经儿的职业玩家。 平时在游戏里就是很辛苦的打金,赚了游戏币,或是装备都是为了兑换成人民币,投入到生活。 这些个玩家钱再多也绝不会乱用,身上装备讲求最高性价比,讲究够用就行。 他们在游戏中只会努力地赚钱赚钱赚钱,提升自己实力。 这种其他玩家想当然的事儿,他们却会进行盘算。 比如需要多五点力量来完成一项可以赚取两百金币的生意时,他们会毫不犹豫地花一百金币去搞一件加五点力量的装备。 而如果多了五点力量只不过是为了让某件武器发挥更出色,或者只为了提升自己攻击力时,他们就绝不会花这个钱了。 一般人一想到职业玩家,总觉得是等级高高在上,装备高高在上,技术高高在上。 实质上,更多的职业玩家等级的确很高,因为在游戏中投入的时间多,而装备却是普普通通,但是种类会多。 因为不同的时候会有不同的需要,此时技术则是针对性的提高,比如跑任务,他们可能会很擅长。 至于PK这种事,他们可就不会花精力去磨练了。 这类玩家一般的行会不会收太多,但总会收几个,他们从侧面对行会也是有帮助的。 不过倒影年华是不喜欢这类家伙的,一看自己行会站出来的,偏偏就是这几人,心知这三百金币交他们手上,那转眼就存银行了,绝不会是变成什么强力装备强化自己。 哎呀,虽如此,反正都是让人赚钱,那还是让熟人赚得好了。 倒影年华已经把自己行会这几位划入人选中了,末了又问韩家公子。 韩家兄弟,觉得这任务需要几人合适啊? 十来个就足够了。 韩家公子望着这些重赏后来应征的勇夫笑道。 嗯,倒影年华开始从其他佣兵团的玩家中继续挑选。 这人选不求等级,不求装备,不求技术,倒影年华只想找些个身高体宽占地面积大的,这样的扫雷效果才更显著吗? 正逐个打量过来的一个又一个玩家时,倒影年华呼的一针。 这位美女也要参加这任务? 哎,对啊,对啊,这任务我从来没做过的。 子女欢快地回答,倒影年华诧异极了,没想到连姑娘为了赚这钱都愿意去地上打滚背夹子夹。 这让倒影年华着实觉得不忍。 擦擦汗说,你不行,为什么? 姑娘居然急了。 呃,我们需要这号的。 倒影年华拍了拍旁边一位又高又壮的男玩家,姑娘茫然地望着那玩家,狠不解。 这是哪号啊? 比较高大。 倒影年华很欣赏眼前这位的体型。 这身板,人肉拍雷,要没他都说不过去。 我力气也不小哦。 那姑娘说着,咕噜一巴掌,旁边那高大个子被他拍翻在地了。 你看,他还不如我吗? 姑娘很高兴。 这不是力气的事。 倒影年华擦汗,一边下意识地朝旁躲了两步。 这姑娘力气果然不小,那家伙被他拍翻半天还没起来,这玩家的确够高大,但其实是个牧师。 那是什么事? 这姑娘问,呃,这个其实是,倒影年华苦苦思索组织语言,痛苦地想直接撞死在身旁这棵树上。 好在这时众团长中,有一位站了出来,过来拉住那姑娘说,小雨啊,这任务你的确不合适。 洛洛姐,为什么呀,我哪里不合适了?六月的雨挺委屈,因为这任务需要男玩家。 洛洛说,哦,这样啊,六月的雨点了点头,怪不得,那我走了,说完,转身就真走了。 倒影年华,目在当场,直到那高大牧师从地上爬起,扶着肩膀说,我靠,全力战是吧? 洛洛甩人丢了他一个回复术,没事吧? 没事没事,那高大牧师心胸也很高大,没把这一巴掌放心上。 倒影年华如梦初醒,晃了晃脑袋,刚才发生的一切,真如一场梦境,此时回归现实,他迅速再从余下众人中选定人选。 家自己行会的,一共选了十名玩家,二话不说,上来就先把金币给付了,一人三百,十人就是三千。 其他玩家纷纷感叹,这大手笔,不过一点也不羡慕,除了刚才落选的。 寒家公子又站起了身,打凉了下十人后,笑咪咪的道,辛苦几位了。 几人一边往口袋里装钱,一边高喊,为了任务,引来一阵骂声。 排雷方案有两种,第一种呢,类似刚才水深,先拿绳子把你们拴住,然后再扔出去,再拖回来。 一路的陷阱就没了,第二种呢,就是把你们做成拖步,一边推,一边咱们就杀出去。 你们自己选吧,十人已听,第二方案,不用多摔一下,而且距离同伴更近,必然会更安全一些。 于是纷纷表态,我们要当拖步。